这是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国家顶侯的媒体,在今天的2023年的10月21日的新浪热搜榜 他说呢,广东啊,这个女性乳腺节节减收率高于全国 乳腺是情绪的靶向气器官,气到胸疼并不是错觉,你的乳腺真的可能会被气病 今年来乳腺癌发病率逐年攀升,且发病人群逐步年轻化 2023年中国女性健康粉红报告显示,广东女性乳腺节节减收率是高于全国 这与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有关 减少女性精神心理紧张因素,可以降低乳腺的发病风险 节节的意思就是这个,形成一个叫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就是一种这个,我这里有一个按照这点说 就是一种,你要说它是一块肌肉也行 说是它是一块肉也行,说是个脂肪也行 反正就是反正就长了一块肉吧,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再大一点呢,就是肿瘤了 它可能跟这个体积大小是不是这样,我都不懂啊 我也拦得去,去百度百科这个东西了 还是百度百科一下 那么这个节节节再变化就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癌了 其实癌症是怎么产生的 应该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 是椭圆形的,不规则的 炎症,肺炎症的,表皮,真皮下,皮下组织 大小不一样的,小到粒状 一粒一粒的吧 这个解释,我说了半天还说不明白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专业术语 你看,节节是可处局的 局限性,圆形,椭圆形 或不规则行形的 实质性皮肤损害 节节的形成可以是炎症性的 非炎症性的 可以累积表皮,真皮或皮下组织 大小不一,小至 素粒 小米粒吧 大到樱桃 或者更大 互融合可成为斑块 我要知道的,反正现在 如果造CT肺的节节的人 太多太多了 这个就比较可怕 如果肺部发现了节节 应该是这个 你要定期 是吧 要定期的来造CT 看看看看 看它尺寸有没有变化 或者看它边缘清晰不清晰 又警告了 这个都科普一下嘛 大兄弟 哎呦 如果清晰是怎么判断 模糊是怎么判断 反正就是 可能是模糊的不太好 如果它再变就是癌 肿瘤 恶性 但是最好的这个测试方法 就是 节节似乎就 没有这个 没办法用这个方法 是吧 是不是这个体积大小的 反正这个很复杂了 这个医生解释 我解释不了 就是做穿刺 在哪个器官都给你 大改椎 有个倒钩什么 给你勾快 勾快组织下来 给你分析 这个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经验的医生看形状 可能是可以看出来的 好 我们再回来 说这里面呢 说是跟生气有关 因为这个癌症 我个人分析啊 我这个初二不准 实验农民用分析 癌症 它是没办法确定一个原因 是吧 他说这个逻辑链条很紧密 因为A产生了B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早就把这个病搞定了 就只因为它是太复杂 成因到现在应该还是不确定 如果我要理解啊 成因要确定是个什么成因 那早就搞定了 我们现在说这个 重金属啊 是个成因之一 它可能是重要的幼稚幼因之一 是吧 跟你的体质还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接触重金属 啊 怎么你这个人没事 那个人就有问题呢 啊 他虽然是个概率比较高 但还是有没有问题的人呢 可能是 因此他 他可能是太复杂 啊 那这里提出来呢 就是人有这种叫情绪 什么 你你你这个 你有这个情绪 就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是 原因之一 是吧 可能还有 还有更多的原因 逻辑推理 就是如果原因 就是原因的原因 就不是个原因了 就是你 你你你 你逻辑推理上 越推越复杂 他最初的原因已经不是原因了 啊 他的概率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已经不能是原因了 或者 已经是小 越来越小概率是原因了 是吧 到最后你只能是忽略不计他了 啊 叫什么 这个 条件之一 是吧 但他不是个必然条件 所以说 也别太 因为焦虑 焦虑也是成人之一 你现在告诉大家 工作节奏太快 容易得癌 那么 他就本来就是焦虑 你再告诉他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个是 要是个毅力不咬的一个信号 不更焦虑吗 所以说 你更焦虑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 不要太焦虑 啊 当然 我们要 放松 这个是比较好的 是吧 啊 放松一下 呃 这比较好的 就是 但是大家还要知道这个焦虑的成因 是吧 我给讲个故事啊 啊 说这个 这个孩子啊 第一个月的公司给这个 他娘 配备了好多厨房用具啊 什么的 娘就不行了 崩溃了 说你这样的孩子养大 我真失败 你这样子 就等 等 你这样怎么能可以自己走歪一生啊 这个父母就是一种焦虑吗 这种焦虑呢 这个心理学者他们分析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失控了啊 掌控感 你侵害他的掌控感 我要说什么 我要说你 你说那个玩也许有道理 但是不能按照那样去处理家人关系 处理家人关系 少看点心理书 多看点历史书 是吧 但是我也不能说心理学的书毫无作用 只能是 你算是一个兵器吧 你这个武器库里一个兵器 啊 但这个要慎重的使用 重要的使用 要读历史 你要读伤金书 是吧 因为 刘强东和马云 他就让你焦虑 是吧 他认为 给你工资开的太高 你就会这个 不思金取 你就会温饱四言欲 就让你吃不饱 穿不暖 你天天才听话 才奋进 这就是马云刘强东想的 他天天给你设计焦虑的 这个扣在那里 把这个要破解的话呢 我估计 搞不好 大部分人的焦虑就治好了 甚至大部分的抑郁症都可以治好 焦虑都看什么书 历史书 是吧 少看点心理学的书 是吧 心理学的书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是用逻辑来分析人性 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要把它看成一种急诊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你要把它看 你要把它当成的吃喝穿用 天天用的武器 那就有点问题了 肚子疼 吃点药什么的 是吧 真的好像不疼就好了 但问题是你肚子疼 你天天吃药 可能真的也不恰当 还是要找到根本的原因 找到根本的原因 就不能靠这个逻辑来推论 要在家庭外部的逻辑 其实历史它也有一些逻辑推论的东西 只不过它的焦点是放在家庭的外部 心理学 心理学最核心的东西放在这个性关系上 父母子女关系上 就是这个视角太低了 高度太低了 是吧 没办法看到更大的全貌 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的时间